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后邻居家的爷爷就过世了 他一个人辛苦地拉扯大邻居家的叔叔和阿姨 把一个家操持得有声有色 从未让他人看不起过 提起他 附近的人无一不称赞他能干 但这样一个经历过诸多磨难 从艰苦岁月中走来 从未退缩的女人 最后依旧没能实现他一家人其乐融融的梦想 他的梦想最后终日生活在争吵之中 女儿也远嫁他乡 在我成年之后 我一直对这个问题耿耿于怀 作为母亲 他尽职尽责 作为邻居家的老奶奶 他对我也是和蔼可亲 但是为什么他在年近八旬的时候 依旧没能安享晚年 他的家中依旧争吵不休 很久以后 我才在一位老僧那里找到答案 懂得了他为什么终日活在争吵中 太强的人容易碰壁 这是老僧的答案 而如何能够改变这样的结局 老僧也给了我方法 一 认输 不是认怂 而是有更优选 老僧曾经这样问过我 你的邻居是不是觉得为家庭付出了这么多 自己不该过的这么苦 家里不该是这个样子 我想起那位奶奶年迈时候的唠叨 的确如此 他从未抱怨命运早早地夺走了他的丈夫 但是却对一手建立的家庭支离破碎而痛苦 我点了点头 老僧叹了一口气 说道 这就对了 他不懂何为认输才导致生活在痛苦之中 我恍然大悟 是的 曾经的艰苦岁月中 不服输的精神支撑着他没有倒下去 他不能认输 也不敢认输 一旦他退缩 他的孩子可能就吃不饱饭 他的家庭可能就要被人欺负 这是他不能认输的原因 但是从不认输也让他走了不少弯路 在那些过往的故事中 他因为借不到牛 而硬生生自己慢慢刨了半亩地 为了多种点粮食养活家人 而自己一个人花了几个月去开山整地 为了一件衣服 半根针线 在集市上争论不休 直到别人告扰才肯收口 等到娶了媳妇 依旧是眼里揉不得沙子 见不得自家媳妇不起草床 见不得自家媳妇因为教师的工作 而少做饭不洗衣 最终从小吵变成大闹 让一个家庭四分五裂 他对自己的女婿要求更高 不忍心看自己的女儿历历受苦 一直不愿让他出嫁 直到三十多岁历历才嫁人 甚至比我们想象的地方还要更远 老奶奶就这样从不认输 争强好胜 这是他信条也已经成了他的本能 他赢了许多 但是失去的更多 他的朋友对他敬而远之 认可他的人品能力 却不欣赏他的脾气 他的子女爱他的付出 却也讨厌他的序道 而我们这些邻居 也为他的家庭而叹息 但是倘若他会认输 生活会怎样呢 他不必在集市上咄咄逼人 会有更亲密的朋友 不必遇到自家的儿子媳妇 家庭会更和谐 不去挑剔自己的女婿 女儿或许也不会远嫁 这种认输不是认怂 是一种寻求双赢的局面 很多时候 争强好胜带来的局面是双输 输了口舌之争 也输掉了友情 输掉了亲情 输掉了尊重 他不知道 用一个输可以换来更多的盒 没有人想要争吵 想要双输 他的后半生中 都在用他不认输的劲儿 和别人较劲 却忘了前半生 那颗和自己较劲的心 当不认输成为他的本能后 他就将自己的生命 耗在了无意义的 和别人争吵的事情上 认输在很多 无意义的事情上退一步 把更多的精力 放在有意义的事情上去 这样的认输不可耻 反而更有意义 这样的失败过后 必然是更辉煌的成功 有时候认输反而是一条 更好的选择 这不是认怂 不是对苦难服软 而是用一个更巧妙的方法 越过去 跳过去 把自己的精力 放在更重要的事情上 二 水利万物而不争 手弱可胜强 世界上有很多争强好胜的人 虽然经常赢了 但是在赢的背后 很可能就藏着失败的影子 败下阵的人 表面上退缩了 却时刻在暗处 等待着复仇 经常胜利的人 可能离失败已经不远了 但有可能在其他人的心中 已经输得一塌糊涂 你那位邻居也是这样 老僧对我说 因为他不懂 何为水利万物而不争 也不知何为手弱可胜强 世间最温柔的东西 莫过于水 水利万物而不争 任何东西都能改变他的模样 在杯子里 它是杯子的形状 湖泊里 它是湖泊的形状 它可以被塑造出任何东西 但是一旦时机合适 它可以汇集成江河大川 冲破一切面前的阻碍 没有什么东西能阻挡他 水在弱小的时候积蓄力量 等到汇集起来的时候 已经无可比拟了 这就是手弱可胜强的道理 水是如此 人也应该如此 一个人想要做出成绩 单打独斗是不行的 独木不成林 放下自己的身段 放下自己的好强 获得他人的助力 才能有所作为 完成自己的报复 我邻居的老奶奶 争强好胜了一生 对于他人 他大多是看不上眼的 没有人是比他厉害的 这样的他 单打独斗了一生 他做的太多 就越显得其他人越差 他始终没有在他身边 形成一个合力 也没能让家里 拧成一股绳 因为他自己已经足够强了 守弱是一种成功者的哲学 越是守弱 越是能存活 越是能保存力量 如何守弱 是一门学问 在得势的时候 需要认识自己的不足 动悉未来的危机 为将来做准备 在弱小的时候 就应该因势力导 韬光养晦 去积蓄能量 等到汇集了众人的力量 再一举爆发 冲破翻篱 就好比关渡之战中 袁绍是大 曹操是小 曹操便兼臂青野 与袁绍相持一年 等到火烧乌朝 袁氏势力大减 才一举出击 赢得了关渡战场的胜利 等到赤壁之战之时 曹操势力大增 却忘记了手弱 可胜强的道理 轻视孙刘连军 结果惨遭失败 总之 人要明白 在得意时看到危机 在失意时积蓄力量 要适当示弱 让他人有更多的发挥空间 让他人多赢 激发他人的主动性 在人生的道路上 太过好强的人 更是要学会示弱的智慧 退步不是退缩 是为了进步 手弱不是软弱 是为了更强 懂得示弱 是一种大智慧 生活就像一场战争 想要取得全面胜利 就必然有所舍弃 在重要的事情上下功夫 在不那么重要的事情上 得过且过 抓住重点 才能获得胜利 凡事都求要赢 也许会让自己心力焦脆 反而一败涂地 退一步海阔天空 有时候认输 反而会是一个更好的结果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喜欢佛城频道 别忘记点点订阅 期待您的留言和转发 在这里 你永远不会孤单